裸妝的小秘訣 其實也是氣墊粉餅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是很喜歡擦在臉上感覺很沒有負擔 然後你時時刻刻都感覺好像是你知道最像沒有化妝的化妝 就是用Chanel的這個氣墊粉餅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在上妝的時候 我會選擇最薄透 然後看起來最像是你剛起床的感覺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一點點小腮紅 我覺得呈現出肌膚那種好氣色跟好膚質 保持好氣色的秘密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我覺得口紅跟腮紅對我來講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說我最近很喜歡唇甲露 是因為它可以擦嘴巴又可以擦腮紅 所以只要帶一隻出門其實你的所有氣色就通通搞定 今天我覺得是杜維埃或是比亞里斯 因為我現在人就在杜維埃 而且我覺得你就在這邊了 你知道就一定要很屬於他們這個地方的香氣 然後它又有一點度假的感覺 然後主要是因為你好像是說它覺得杜維埃就是一個很舒服很relax 然後大自然然後樹木草皮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當然我第一個會選這個 然後比亞里斯是因為我後來覺得它的後味很棒 它後味有一種也是很清新的感覺 而且聞到最後會有一種好像剛洗完澡的肥皂味 所以我覺得這兩款是我覺得今天還蠻適合的 我喜歡在頭髮還是濕的時候 一樣就是把香水噴在我手掌心上 然後把它當成護髮素的感覺 就是放進我的那個髮根的部位 按摩頭皮 或者是去順我的髮絲 讓我的每一根髮絲都會有那個香味 然後我在吹頭髮的時候 那些香氣其實就已經吸收在我的毛囊 或者是我的髮每一個髮根裡面 所以在吹頭髮的時候 早上起來的味道是最好的 就是你早上一起床 你就覺得整個這邊全部都是你前一天晚上噴過的香水 然後它已經到達了後味最棒的層次的那個時候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另外一個 我今天想到對我晚上還會做這樣子的香水